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張小婷 說到投資很多人想到第一步就是台股了 不過我現在身邊越來越多人想要來問問 美股可以投資嗎 美股現在不斷的創新高 但是這個時間點進去會不會太晚了 而且美股感覺非常的遙遠 今天我們邀請到富邦順見 資深經理王傑銘 傑銘你好 小婷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會問你這個問題 這美股到底怎麼買 我應該要惹禁求遠嗎 雅婷問題非常好 最近其實特別是去年開始 然後有很多人來我們公司 然後開戶就是說 我要開我要怎麼買美股的戶頭 那我要怎麼做這個交易 那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是 以前進來我們公司要開戶的時候 都會說我要買台股啊 然後營業員拜託他 你可以順便開個台灣的帳戶嗎 以前要做業績想說可不可以順便 然後現在主動上門 現在是反過來說 你可以多加個開個台股的帳戶 不過說到這個美股的部分 因為我們當然在台灣嘛 最熟悉就是台股了 但是跟全球來比較一下 就發現台灣的市場真的是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這麼大 暫比比較低 對在美股的部分 有高達了4成以上 是是是 所以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認為你也建議投資朋友 可以選擇比較大的一個市場嗎 其實我們換個角度方式來講好了 如果你一個資產配置來 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你全部的錢全部壓在 1.8%台灣的市場 是對還是錯 當然如果這1.8%可以讓你 收穫非常好的話 當然為什麼 Why not對不對 那好 雅婷 我跟你玩個遊戲好不好 最近我這幾次市場課收會的遊戲 好 假設今天 Doraemon給你一台時光機 讓你做回到5年前 你一歲醒 你會把你的資產 壓在哪一支台股上面 一定是台積電啊 對 台積電 2年前就可以了 2年前就可以了 這個答案 我完全沒有聽過第二個答案 對 就是台積電 每個人都是台積電 戶國神山嘛 對 戶國神山 其實台積電是一個非常好的標的 讓我讓你猜 好 過去這5年來喔 我們跑過一個統計的資料 5年來 然後我撈了1000億美金以上市值的公司 你知道1000億有多少 鴻海才600億美金 大鴻海快兩倍的公司 才資格在我們的排行裡面 接近有10家1000億以上的公司 績效雲台積電 所以美股 那麼大的公司 又要雲台積電的績效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在投資市場的時候 除了1.8%台灣的市場 我們還可以看看 跨出去其他的市場去看一下 那剛好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這是一個理由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5年 然後 叫績效優於台積電 我們看到紅色的這個是台積電 對不對 所以前面還有這麼多 而且這些都是大公司 我沒有把小公司拿出來比 然後這些公司其實很多公司 大家可能是他的忠實用戶 然後可能大家都聽不過 所以在美國第一公司很大 所以其實不瞞你說台積電在我眼裡 它不像是個台股的公司 它像是個美國的公司 因為 它比較全球性 全球性的 然後 它的股東其實 7到8成 7成5 都是外資 對 所以大家就也會怕 對 大家也會怕 所以在 在這個部分的話 台積電 就像很有美國大公司的一個特性 它有幾個特性 第一就是公司治理 非常好 它不太會說你一睡醒 大家負責人就捲完錢討了 它有最好的公司治理 最嚴謹的公司治理 然後第二 它吸引了 台積電吸引台灣的人才 像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那些很聰明的很優秀的 你知道現在都在哪裡 高才選都在台積電 不是去在醫院當醫生 就在台積電 那在美國這些大公司其實也是 他們也是吸引了 這些美國最優秀的人才 甚至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 因為他們的待遇比較好 然後他們的公司環境也比較好 發展也比較好前景 所以一畢業 厲害的人都去那個地方 這是一個良性巡派 然後第三 它公司很大 它的交易量很大 我們在買台股的時候 常常有聽說 我想買這張股票 可是漲停買不到 跌停賣不掉 在美國很多公司 交易量比台積很大 它甚至前面幾名的交易量 甚至一支股票的交易量 就會贏台灣一天 整個市場的交易量 所有 所有 所有加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提量非常大的市場 所以 對一些投資者的保護是非常好的 最後其實在 美國這邊的 內線交易的刑法是很重的 所以 以我看那麼多年的經驗 在美國這種大型股票 它的作假賬 它的內線交易 發生機會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這個也間接的把握投資人 也因為它的交易量非常大 其實它很難被操控 很難被操控 對 沒錯 很難被操控 所以在台灣 你有時候還要擔心有一些 對對對 其實新聞很多 但是在 在美國這大型的公司 是基本上很難遇到這些事情 但是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反而也是會讓你有很擔心 如果一直好幾天的熔斷 會不會 熔斷是因為整個大盤的熔斷 它對個股幣沒有熔斷的極致 當然你有時候遇到一些比較流動性 或比較中小型的股票的話 它會有一天醒來 二三十%就不見了 對啊 也是很害怕 對 所以我們在 選擇標的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比較專業 或想去投這些標的 那你如果 比較初階的話 我是建議投大型的 龍頭的一個標的 它的波動 就沒有像 其他中小型的標的會那麼大 它也不太容易 一天可以跌到那麼多 相對來講比較不容易 好 我決定 我要開始投資了 我要來開戶 其實有幾個選擇 通常 這是大家問我的問題 就是說 我想買美股 我該怎麼開始 那開始其實有 你只有兩個管道 第一個就是去台灣 找各個圈商 只要是中大型的圈商 基本上 他們應該都有做海外付委託 就是買國外股票的一個賬戶 那現在這個賬戶 開戶流程跟台股是一樣的 甚至你進去說 我要開一個賬戶 然後可以同時交易 台股跟付委託 是可以的 這個是同一個手續 只要多簽一兩個名字 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非常方便 那另外一個就是比較麻煩的是 你要到國外去開戶 不管在線上或到國外去開戶 就是海外的一個 一個圈商交易 對 那這兩個其實有它的優缺點 好 它的優缺點幫我們比較一下 好 其實大家比較會看到 我們進行海外圈商好了 大家會覺得說海外圈商 雖然比較麻煩一點比較遠一點 可是它的優點可能就是零手續費 嗯 越來越多海外圈商有零手續費 那國內券商 你再怎麼進再怎麼好 它還是有一點手續費 OK 對 那其實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是 呃 海外圈商看似有零手續費 它可能有一些錢在我們可 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第一它可能有會進會出 你需要會費的成本 嗯 會出有會費啦 然後你從那邊把錢 會到台灣有一個出金的費用 嗯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費用 然後其實最大的一個費用 可能是大家不知道黑池交易 嗯 黑池交易 可能比較沒有接觸這塊的 朋友比較不懂 嗯 我們在台灣買股票的時候 單子都是丟到交易所裡面 對不對 大家在同一個板上去 買賣價 錯合 很公平 對 很透明 很透明 公平又透明 可是在國外 這些零手續費的券商 你會問說 零手續費它要賺什麼 嗯 對 我們公司零手續費 可能就直接倒了 做公益 它不可能做公益 然後這些華爾街的券商 當然也不是吃素的嘛 嗯 它會從你其他地方把你賺回來 所以它會把你的單子丟到黑池 就它不是透明 嗯 然後它就是給這些 造勢商高頻交易商去撮合 那撮合這個價格 可想而知 不會跟你在整個交易所的價格 不會比這個來的好 它有一點點價差 可是這個價差 一般人是很難去計算 你只有看到你的帳單是零手續費 可是你很難知道你的價差 那同時間跟其他在交易所的價差 是怎麼樣 你不會去比較這個 所以日記月累下來 你可能在這個價格上面有點損失 那這些零手續費的券商 就是跟這些造勢商啦 呃高頻交易商去分潤 那這個其實 就還是得賺錢嘛 對 它就 呃這個分潤在美國的 政經交易的協會裡面 它會請它公佈這個 每個月分潤到多少錢 嗯 那其實可以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他們的網站去查一下 嗯 不過也有投資人有問題 我的錢 如果說這個券商倒了 我風險其實不是很高 對 呃台灣的金管會其實在去年 有 有公佈一個新聞 就是某一家海外零手續費的券商 他說 他就舉那家的名字 就是說好 這家券商在台灣 招攬生意 是沒有登記的 可能是違法 嗯 這行為 所以這家券商 它如果有什麼風險的話 台灣是沒辦法收到 台灣的消費者是沒辦法收到保護的 嗯嗯嗯 那這個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台灣金管會就沒辦法出面來 來協助你 那你如果在台灣的券商 萬一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金管會馬上就會 插手下來來關 哦哦 對 所以在這個保障的方面是 呃會會有差別 那在國外 你可能不太知道這些券商 呃拿你這些錢 因為你要放在他那裡嘛 嗯 他可能會做其他東西 像最近有 比較有名的新聞啦 嗯 對 就是說有一家華爾街的 的一個主權 那個Hedge Fund 嗯 然後因為投資股票槓桿 嗯 放太大了 然後因為股票崩跌嘛 他就無法交保證金 嗯 所以很多家華爾街的 的大行 就因此就幾十億美金 的損失就公告 這個風險要自己去承擔 要自己承擔 OK 所以聽起來 那傅委託還是 雖然有手續費 但是他比較有保障嘛 對 對 你不用那麼體心吊膽 是是是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傅委託感覺就會比較貴啊 對 跟台股比起來就會比較貴啊 那我為什麼要去做傅委託呢 好我們來比較一下 那其實這裡面有一張表 就是說我們拿傅委託 跟台股的一個成本來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 在手續費的排高價格裡面的話 這都排高 這都還沒有打折的 打折的話 就是看你跟券商的關係怎麼樣 對 那以手續費來看的話 當然台股的費用 排高0.125嘛 這是供地價 對 那傅委託排高價0.5到0.5 這是網路下單的費用 台股好一點 對 那台股涉 可是在交易 交易稅 交易所費裡面 其實在美國的交易稅 是幾乎等於零的 就一百萬你只要付五塊錢 喔 對 可是台灣是千分之三 這樣比較起來就差蠻多的 對 差蠻多的 那我們把買賣跟交易稅的成本 看起來的話 最後 最後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傅委託 如果是介於中間 就看你怎麼去談你的手續費 對 如果你手續費 你可以擦乾淨 談到一個很不錯的 對 那這個就可以壓低一點 對 可能就跟台股的差距不太大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台積電 好 買到美國的ADR 我看我們的資料 其實台灣很多人 台積電他沒有在台股賣 他是在美國賣 是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這個 然後當然他有一些美元資產 其實國內傅委託的優勢 最大優勢是他離你很近 對 離你非常近 所以不管在服務上面 不管在一些中文報告這方面 他一定會比國外這些零售續費平台 他國外只是給你一個平台做交易 可是國內的話 因為你可能是他的客戶 你可能做其他商品 所以他對你的服務 然後在保障上面會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很多人也會擔心 美股 那我如果英文不夠好 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來買賣 不會啊 像我們公司就提供很多中文報告 所以各式各樣的中文報告都有啊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這些反應的問題 然後其實這幾年 很多的平台都有中文化了 都有中文化了 所以不管你去看 有美國某個大的電動車的報告 或是自我型手機 這些個股的一些報告的話 他們都有一些中文的新聞 這個都已經很同步了 所以跟十幾年前我入行的時候已經差很多了 現在一切你都可以 想要看到什麼資料都可以看得到 對對對 好 那另外還有就是剛提到美元嘛 那還是有一點會差的問題啊 對 會差 如果其實你可能有會損 可能有會對的一個利益 所以其實長期下來就看你的部位 你的資產是在美金還是在台幣 那另外台灣的富委託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他可以用台幣來賣美股 你在開戶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約定台幣交易 所以近處可以用台幣 那就像我們家其實還提供不只是美國的市場 他有日本有歐洲 德國有英國的一個市場 新加坡香港大陸的市場 其實這些市場大部分都可以用台幣來做約定 不過你的建議 用台幣來做這樣的交易比較好 還是說我就是直接在外幣低點的時候 我都買了來進場 這問題非常好 我覺得你如果比較頻繁交易的話 你可以用元幣 就是說因為畢竟你用台幣的話 會有每次買賣的一點點的會差 還是有 可是你用元幣的話你就沒有會差 就是美元就在那個地方 那你如果比較偏中長期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用台幣約定 像最近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就是說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去年可能教育完了美國 我們家很大型電動車廠 他可能賺到一些錢 然後他可能今年他覺得 好像傳統車廠的一個電動車的趨勢又起來了 他就打電話問我們說 欸 傑銘 你們家可以做那個德國的股票 因為我們知道德國是一個汽車大國 對不對 有很大型的車廠在那邊嗎 我說可以啊 他說要用什麼匹別 我說你是台幣約定的啊 所以你用台幣就可以了 他連換都不用換 他就直接從美國的部位同樣的錢 轉過去 對 轉過去 富爾托另外的優勢就是說 他可以多國市場來交易 那通常你如果去美國開這個零售區的券商 他就是美國 就只能買美國這樣的市場 OK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對 有時差的問題 我買了 我壓力晚上都不睡覺嗎 對 時差 你也不可能叫美國人的半夜開盤 所以我覺得時差是沒辦法解決 但是 但是就看你選擇的標的 你如果是一些重大型的龍頭股 我覺得短期的波動應該都還可以忍受 嗯 其實台灣人投資美股 有優勢啊 是 我覺得有很大的優勢 哎呦 我們剛剛提到護國神山 對 對不對 因為台灣其實在全球的科技 產業鏈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聚落 特別在這幾年裡面 台灣這些公司的地位越來越高 我們可以看到 像某個國家缺汽車晶片啊 就來台灣 大家都要來 櫃球 幫幫忙 對這個晶片 所以我們 平常在買台股的時候看到報紙說 誰誰誰的客戶啦 訂單又來了啦 然後造成台灣哪一家公司的業績又起來了啦 所以我們回去挑選台股的標的 可是你有沒有忽略 剛剛前面講的就是拿客戶的業績 你的訂單又來了 所以代表他的客戶業績也起來了 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他有需求 他有需求 才會下訂單到這裡 對 然後在台灣 訂單是先做的嘛 對 那需求是後來 出貨給他 他才會認他的營運收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台灣業績有時候反而會先出來 那 股票會先漲 所以在你長期的這樣觀察下來 對 在某些產業裡面 他台灣會有點領先的感覺 不管在台灣這邊訊息面啦 或在這些消息或基本面這邊 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倫 所以其實 美國的標股啦 就在我們生活中 即便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是美股還是不斷的創新高 那所以投資朋友現在呢 就想要請問一下 我現在會不會進場太晚了 當然美股一直在大阪在創新高 那去年 其實去年在網路科技這個類股裡面 漲幅非常大 今年年初看到一些修正 大家比較二手能下單隻股票 一直有一些明顯的修正 有點回檔 可是發現這個指數 沒什麼動 甚至還在慢慢在創新高 就是說他的類股輪動的很厲害 就去年沒有漲 換今年漲 那去年漲多了今年就修正 所以我不要一直都只關注某一個類型 對對對 那今年其實這些 價值型股票就是那種 去年沒漲的類股 很明顯就是受到疫情影響 就是像一些旅遊啦 像一些穿餐啦 消費這些東西 對 受到疫情影響 可是今年在全世界的疫苗 在全世界今年開了幾支疫苗 有五十一支 五十一支 五十一支 對 那在全世界這些 先進國家的這些人口 基本上都可以滿足這個疫苗的一個需求 現在都已經陸續開打 對 已經開打了 所以 疫情慢慢緩解之後 還是大家會在實體動作消費 所以這部分這些公司業績也會起來 所以類股輪動 在我們認為是很健康的啦 不然你去年漲到天了 今年再漲 可以下手 對不對 剛好有一些回檔 那這些回檔 很多股票都還在長期趨勢裡面 所以其實可以慢慢觀察 在這一集當中 我們對於美股有初步的了解 現在如果說 你要來投資美股 是一個很不錯的時間點 那長期的話當然是更好了 但是 哪些標的適合投資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的市場這麼大 股票這麼多 好 怎麼選呢 在下一集的節目當中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我覺得 美股大的市場 特別是美股 不像台積電這種 富國深山這種大的公司 一個趨勢來 可能就是 起碼5到10年 基本的 一個大的趨勢 一個浪潮 中間財經頻道上線囉 房價會漲還是跌 該不該出手 該不該進場 還是賣出呢 基金外幣 黃金比特幣 如何買賣賺錢 怎麼玩車最酷炫 購車保養要注意什麼 最厲害的專家群上陣 還有防彈少年團 彪峰直率車手 2021全新登場 記得訂閱 YouTube中間財經頻道 有CTI小金地圖一樣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喔